哈喽 大家好 我是维哥 玩走路药现在有90多个英雄 他们形象各异 其中有些英雄的走路姿势非常特别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英雄的走路姿势吧 貂蚕的走路姿势是峡谷中最优美的一个 虽然走路是一蹦一蹦的 但是配合貂蚕的胡适和身材 走起来就像一个活泼的舞娘 顿三的走路姿势是峡谷中最搞笑的一个 四条腿的走路感觉就是不一样 特别是举起盾牌的时候 四肢脚会旋转 这样看起来更好玩 鲁班的走路姿势是峡谷中最欠揍的一个 主要还是因为鲁班欠揍的原因太多 所以久了不管鲁班做什么都很想揍他 孟奇的走路姿势是峡谷中最闷的一个 毛茸茸的外表 回吾吾吾的身材 不管是小个子的时候还是变胖的时候 走起路来都感觉孟奇闷闷的 特别受女玩家喜欢 米莱迪的走路姿势是峡谷中最拽的一个 守护着拐杖 身板挺得滋滋的 一看就是很霸气的那种人 走起路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 很拽 太乙真人的走路姿势是峡谷中最摇摆的一个 骑着炉子 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 峡谷中没有任何一个英雄的走路摇摆程度 有他等待 猪八戒的走路姿势是峡谷中最好色的一个 看到漂亮的女英雄头上就会冒爱心 一冒爱心他就走不动道了 最后就是最帅也是最花里胡哨的走路姿势 他就是新英雄冬荒药了 走路的时候各种渡游都有一架飞舞自己的剑 一下还踩着剑遇见飞行 可以说他的走路姿势最帅 也可以说他的走路姿势画里胡哨的 那么小伙伴你们最喜欢哪个英雄的走路姿势 又最讨厌哪个英雄的走路姿势呢 不关闲事 不关闲事